店家 哎是是是哎来了哎讲点菜可贵 是啊 你们这里有什么好吃的 呃小店的美食呢全写在那 你不认识字 当然不是了 哎我要那样 呃这个对好 真很久没吃过用花盆肠的米饭 慢用吧 没办法自己点的菜含着泪也要吃完 可战国时期还没有筷子 他们干饭的方式竟然是直接用手 看来印度人会很适应古代人的生活 天色渐满 两人来到一处50行馆投诉 这里只要随身配件 就可以免费入住 同时这里也危机四伏 少佑不慎就会丢掉兴命 趁着大家熟睡之后 善若拿着剑悄悄跑了出去 向少龙剑撞一路尾随其后 善若潜入到一家别院 恰好听到一场阴谋 莫家的言回正在密谋 要在酒中下毒 毒杀自己的同门师兄元宗 以抢夺他身上的巨子力 进而便可以号令天下莫者 就在这时 尾随而来的向少龙 不小心踩到地上的树枝 瞬间就暴露了行踪 很快二人就被团团围住 善若寡不敌众不慎重剑 危急时刻 向少龙丢出了赏光弹 在众人缓过神难时 两人已逃离了现场 看到善若受伤 向少龙想帮他包扎伤口 不料却被善若给一把推开 我去洗伤口 你我把风 大男人恶不恶心 洗伤口还把什么风 谁看你 如果我没叫你的话 你千万别回头 行了 你小心有蛇 我根本不怕蛇 不怕蛇的善若被一只青蛙吓得连连大叫 惊恐地躲到向少龙身后 等他回过神石 这才发现自己已经春光乍兮 自从知道善若是女人以后 向少龙的眼神都变得猥琐起来 气得善若直接把刀相降 可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表面上看起来冷不无情的善若 其实内心已经对向少龙产生了好感 第二天两人正在行馆吃饭 碰到一群剑客在欺负一位老者 向少龙让善若快去帮忙 可善若不为所动 看到老人被打得连连求饶 向少龙赶忙挺身而出 可他根本不是这些剑客的对手 被打得只能东躲西藏 这是老者急忙上前来拉甲 与其说是拉甲 实则是指挥向少龙出招 仅仅几个回合 剑客们就被打得满地找羊 纷纷落荒而逃 老者对向少龙出手相就感激不已 可向少龙却全程蒙逼壮难 一旁的善若看出老者身手不凡 恰好此时有人邀请老者前去赴言 善若这才知道 原来老者就是颜回想密谋毒害的墨家掌门元宗 得知元老前辈有兴隐之威 向少龙决定前去饮酒 他赶在元宗喝下毒酒前 用弹弓大翻了酒杯 严慧的阴谋被戳穿 随后向少龙驾着扁舟监元宗 二人从水路成功逃脱 救下元宗后 善若主动去买鸡买酒 希望元老前辈能收下向少龙这个徒弟 拜老夫为师 嘿嘿 我看不必了 哎 不过如果小兄弟你真的有兴趣呢 那老夫就教你个一招办事吧 啊 Thank you 是什么 Thank you就是多谢的意思 接下来的日子里 向少龙跟着元宗学习墨子剑法 套着自己警察的格斗功底 他很快就习得墨家的武学真传 看着眼前这个武学天赋极高的年轻人 元宗也十分心闻 而此时 善若却悄悄抓住一个颜回的弟子 回去告诉你师傅 如果他想抓元宗的话 就要在今天日落西山之时 到黑风山 听清楚 不可以早 不可以晚 知道吗 知道 他究竟意义何为 关注我 且听下回分解 好 感谢观看